这个男人本可以成为神 却因为父母从小就爱弟弟 每天被父母像狗一样对待 吃的永远都是残羹冷饭 以至于到现在还保持着 网乐器等等的食物里 加冰了习惯 从他杀了父母很多年到现在 一直都是这样 他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然而没有人知道 这个男人却能轻而易举的 看见别人梦寐以求的神圣之门 从前因为能界天界魔界的融合 人类的体内孕育出了六种力量 而真正能够操控这些力量的人 被成为赤格者 会被受邀前往能够实现一切愿望的神圣之门 但是他的心冰冷的没有任何愿望 让他推开至神门 有一天 夜车上有个魔物袭击人类 被苍能一击重伤 所有世界评议会下属学院的学生 赤衣和小翠正好来收拾残局 这座学校是专门培养学生使用体内的力量 培养着人类的精英 校长亚瑟一直都有派水智精灵去说服苍能录校 但是苍能屡次拒绝 因为对苍能来说 这些力量的存在没有意义 所有学校又派了赤衣和小翠去全收藏能 这是学运给恶能找的新同伴 赤衣对于藏能杀了父母这件事 有些无法理解 因为他一直在以死去的爸爸作为榜样而努力地学习 当年赤衣的父亲被称为天才 在评议会也很有影响力 可是有一天就被评议会告知 父亲在实验室中已经事故死亡 赤衣不相信 所以正在追寻父亲死亡的真相 所以他对藏能并没有什么好感 而恶座巨师神洛基 听说亚瑟在招揽藏能 就故意制造了一场混乱 来探探这个苍能的叙事 赤衣无意间走进了平民区 他以为在评议会的质疑下 应该不会存在吃不上饭的人 显然他天真了 立马有个饥饿的男孩向他祈祷 善良的赤衣自然下意识地就想给他钱 但随后 他觉得这种偶尔性的好心会给洛子带来期望 便不想给了 正好这时苍能来了 男孩立马热情地喊他哥哥 原来苍能金层给男孩吃的 此时诺基陈苍能和赤衣交谈时 人间混乱 那个男孩也因为难起的大火被围困在火中 为了救男孩 苍能接受了赤衣给的驱动装置 这次亚瑟集团在赤衣这的 诸位了有朝一日 能给苍能使用 驱动装置可以帮助他更好地操控水质力量 所以在他们的合作之下 他竟然下大雨灭了火 而赤衣和小翠则摆平了机器人 雨水中 回忆再度浮现 12岁那年 他的弟弟杀死了父母后离开了家 他无人为力去阻止 朦朦地替弟弟背下了誓亲头衔 他走过去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清白 其实常来的内心是有愿望的 那就是想要找到自己亲爱的弟弟 他认为造就弟弟变成这般模样 他也有责任 所以他发誓下次不再放开他的手 为了这个愿望 他最终同意路效了 毕竟只靠他一个人的力量 终究很难寻找弟弟 一路效 亚瑟就宣布得到 进入神圣之门的钥匙 一个皇冠 是他的圣诞老人朋友给他的 要进入神圣之门 需要很多人的力量 而亚瑟除了要带自己的十二元作骑士之外 也选中了苍蓝等六位特殊的学生 准备带他们进去 而像苍蓝这样想找人的想法 还远不止他一个人 小翠的清晨 都是从泪水中醒来 每当他在梦中 见到系列的知友惠丽应赖 从小到大 两年都一起玩 到了初中 小翠也交到了新的朋友 只想再由小翠当唯一朋友的惠丽应赖 接受不了 在面会的那天去神隐山 寻找神圣之门 想要实现永远做小翠最好的朋友的愿望 然后消失了 所以 小翠才进了这学校 想要进去神圣之门 找回另赖 这次 亚瑟安排了苍蓝等人去飞机区域特训 结果打打弄闹了一天 到了夜晚 真正的挑战才出现 他们遭到了居住在森林里的次种族的攻击 次种族曾经也是人类 但是为了抵达神圣之门 而跨越了种族的界限 而变成了兽人 他们是法律不容许之人 只能藏匿起来 以至于痛恨人类 但赤衣明白他们的痛苦 不愿意交手 想要沟通 但是这些兽人还是被老师们给杀死了 赤衣没有力量救他们 而痛苦万分 这件事落屋不久 亚瑟向他的原作骑士们宣布 他也要去神圣之门 他想把这三个世界变回正常的模样 所以 他真正的目的其实 是要去把这扇门给毁了 很快 亚瑟带了苍蓝六人 和自己中心耿耿的原作骑士们 朝神圣之门出发了 路上遇到北欧众神的阻挠 由原作骑士们去对抗 拖延时间 亚瑟等人继续前行 为此原作骑士们做好了必死的觉悟 最后原作骑士只有兰兹诺特活了下来 等他们赶到神圣之门时 亚瑟独自一人伤痕累累的 正好从门的另一边走出 然而不知道洛基跟他说了啥 亚瑟一出来就一刀杀了兰兹诺特 他变成了洛基的傀儡 跟着洛基消失了 亚瑟的身体被洛基困在一座高塔里 成为了一个人的王 而苍联等六个学生在圣诞老人的帮忙下 活着逃了出来 但是他们只能躲起来 被评议会给追查者 圣诞老人是儿时亚瑟的朋友 也是亚瑟的救赎 他透露 这一切都是洛基在背后掌控 因为喜欢看能不能走向神圣之门的痛苦挣扎 圣诞老人跪下请求六人 同他一局去救亚瑟 因为这六个人是亚瑟选择的 然而除了苍联小碎和赤婴 其他三人不愿意相信亚瑟 却复现回到了学校 和被洛基逼问他们的下落 以追苍联他们 被洛基给找到了 但是在圣诞老人的帮助下 苍联三男坚定地踏上去神圣之门的路 而洛基则找来了莎士比亚 让他用手中的神区笔 为这些孩子们写下悲壮的故事 因为莎士比亚的笔 三人诺的路故事情节之中 吃饮不受控制的成为了灰姑娘 配合演员们上演了灰姑娘的故事 他被三个胖姐姐欺负 而小翠 因为杀人未遂 被关在地牢 苍联是个卧病在床的娇美男子 这次莎士比亚给他们三人定的角色定位 慢慢的虚心失控了 赤银的父亲出现带走赤银 惠丁奈也出现在小翠的眼前 苍联的弟弟现身了 赤银的父亲表示无奈 当时为了保全大局而隐士起来 他向赤银道歉 表示现在将回到这个家庭 和惠丁奈和小翠和好录出 为当初的自私向他道歉 苍联的弟弟也表示 自己和哥哥是最了解对方的人 本来 三人心中所期望的愿望都实现了 但是苍联他们心中都不约而同的 有着异样感 没错 三个人都不是真人 然后在这时 真正的惠丁奈他们现身了 和心中期望的人重逢不久 被欧神们也现身 要杀死他们 赤银的爸爸强行把赤银送走 然后独自对抗边境之身 最后他爸爸死了 而惠丁奈为了救小翠 最终也落得死亡的下场 但在另一边 神界找到了光 他们的公主 魔界找到了子 也是公主 因为亚瑟的行为两切都有的动作 从小 苍联和弟弟是双胞胎 被利益寻心的父母严格对待 希望恶人能成为试隔者 能够进去评议会 当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两兄弟 一直被逆爱到激进虐待 作为哥哥的苍联 为了保护弟弟 就开始故意捣乱 让父母把所有的怨气 撒在他的身上 然后就算他比弟弟更早成为试隔者 也不愿意说出来 而是隐瞒 继续让自己被虐待 让父母继续疼爱弟弟 把一切看在严厉的弟弟 觉得哥哥是一个享受着 当哥哥的权利的伪善者 于是终于有一天 他忍不住杀了父母 而苍联从那天起 承担了弟弟 造下的所有孽 弟弟向苍联出手 希望他能够不要再挣着城车 充满希望的难言轻坦的自己 希望能够逼住他心中的负面情绪 终于 在老师为苍联借下一件后 他露出了杀心 就让弟弟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和圣诞老人来到高塔上的亚瑟面前 然而他已经成为了洛基的冷偶 圣诞老人就算死 也要进入亚瑟仅存的精神世界中 他把亚瑟存起来的内心带来了 然而亚瑟已经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他不愿意回头了 他绑极了自己的内心 打开神圣之门的钥匙精灵 追逐着苍能三能进入神圣之门 北无众生们想要阻止 对于神来说 人类不可以拥有改写命运的力量 但是他们都被精灵打消失了 精灵支持人类 拿回改变命运的权利 随后 你自带的平一会的命令来了 他说如果苍能三能 用神圣之门实现自己的愿望 那么能界的平一会等统治系统就会崩塌 这个世界也许并不公平 但正是因为不公平 所以才是他们存在的意义 而且有些屏照 使人类无论如何也跨越不了的 所以劝说他们不要进入 这时精灵说 只要三能进入 就可以成为无所不能的神一样的存在 苍能他们想通了 如果成为神一样的人 那么他们就会失去很多期望的意义 所以他们决定不会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 而跨进神圣之门 所以雅则破坏了通往神圣之门的路 这是他选择保护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吧 故事结束 这部动漫本可以26集讲完设定 偏偏要12集仓足讲完 以至于让很多人根本看得眉头眉尾 以这个题材人设 在2016年也属于被称为神作 可惜剧情散乱毫无逻辑 那这部动漫驰尘大海 看过的人 那是少之又少 真心 没什么的人推荐 我个人也不是强烈推荐这部动漫 但仓人这个设定 我觉得 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吧 先提示你觉得时间 充裕的话